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3月28日 这是第三场读报点评节目 给大家看看新消息 新黄社刚刚发了一条消息 非常有意思 因为外界传说李强对习近平不带见 而且这几个消息 内度非常激烈 估计是习近平出面协调了 今天人民日报刚发了一条消息 李强在国务院 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搞这么一个会议 为什么 经济沉不住了 马上经济已经动盘了 是吧 他不是像人家美国加拿大 是痛苦膨胀 那个好办 他这个是同事 同事老百姓就对未来没有信心 有那么一点钱 五只荷包放到银行里 不敢花 又被中共骗到这个什么 银行存款里面 是吧 存款呢 也没有多少利息 你要买他的债券 地方债 是进入新的陷阱了 对吧 不能也不盈利啊 这个表明什么呢 表明这个经济不景气 极度的不景气 所以没有办法 他开始搞什么呢 设备中心 就等于强迫你 给那旧设备换成新设备 当然他主要是指的那些 这个机关 工厂 这个企业 等于包括老百姓自己家里啊 以前你那个冰箱采炼 想办法更新 工厂的设备更新呢 他想通过这个方式啊 也就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 依旧换新来什么 提升经济 促进经济转型 恒向居民生活品质 什么品质 现在愿意不如 过去胡闻的年代了 对不对 大家都没钱了吗 在这忽悠 这些不去管他 主要是什么呢 丁学强主持会议 你看很有意思啊 丁学强是 窥视他的权利啊 丁学强没有什么 地方经验的历练 实际经验历的历练 没有 他是要给新品领包的 李强也是领包的 都是秘书 但是他毕竟是 还干了两些 也就是地方大约 浙江和上海 尤其是上海 在没干好的上海 受到了这个江泰的抵制 我们想一想 这个大上海 你想一想换人的时候 李强去匆匆忙忙去上海 当时上海 上海谁在主掌 这个大上海 对吧 韩正 韩正都不知道 现在北京开会 一下扣到了 已经变了人质了 然后李强就接班 结果一接班以后 老干们就不操作 元老们 那时候江泽民没死 江家帮 在上海 上海探 虽很深 老的新品没办法 带领这一般人 坐飞机就去了 班子全部压到上海 表面是宣传什么 不忘出席 高级什么 到一大会计 实际是用这个党章 党的纪律 来压这些元老 你看 这不是我跟那些 班子都来的 你问问 集体讨论的 让李强接班 所以好不容易 给压下去了 后来李强入口了 三年分控 在上海 天弄这约 新品 历史朝日动 也违背上海 人民的议员 和全国人民议员 我李克强代表 是李强可能的 怎么样 面对现在的经济 混盘了吧 没办法了 外界就开始 採测批评 但是他现在 还是硬着头皮 他让丁学阳主持 就表明他们团结 其实已经显示出 他们斗争 给我的感觉 现在是 李强是一伙人 菜鸟是一伙人 斗的一堂 怎么看出来呢 昨天海外 媒体也报道了 就关于他们 两个内斗的事 最终讲到 这个西当面 当外商的面 反玻璃墙 菜旗新角色 引起观众 这是万维网 今天发表 就3月27号 这次习近平 见那个美国工商界大佬 还有所谓的 什么战略算家 又在吹捧 什么经济光明的 经济已经完蛋了 还光明呢 是吧 你看现在股市 惠市 楼市 你就看楼市就知道了 已经到什么底部 上海 你看北京的房子 以前哪有落的时候 现在你一开口 最起码再降三四百 来吧 没人买 然而 中国国务院总局 李强日前 在与美国企业高官 会面时 去提出中国经济的弹用 其实李强讲的话 还是比较实在 就是他知道 的确经济上一塌糊涂 需要这个 这个 要补救 补救很难 因为他讲了一点实话 有点类似 他原来不如李克强 李克强 他到底想应该带着 他不带 他故意的 这就是 其实他就菜鸟试鸭 他媒体观察到 北京自2000年 开始举办发展论坛 过去20年 就是中国的总理 和商界代表的交流 一直是最活跃的环节 而出席这次论坛 开幕式做讲话 则是国务院排名 第一的副总理 任务 而此次会议 却释放了 欺变的政治 这个信号 就什么呢 李强将格为副总理 习如同总理一样 就现在习近平是坚定总理 就是什么他说了算 而且他越说了算越蠢 为什么 你不是骂他了吗 就说你怎么讲了 为什么那个人 工作丢了 还给领导寄头猪 你以为是表演领导 那他就骂 这个实在太愚蠢了 猪说了算 所以工作都没了 这个网友们看了 是一片笑声 确实是这样 这样讲 确实是有点不太礼貌 不是咱不礼貌 是今天是愚蠢 成到这种程度的时候 要怎么人家一个 这个广东上的一个下岗类人 怎么会寄头猪 谁把工作给你 领导给你辞退 你那么高兴 买头猪送给他 明显是憋了个笑话 是吧 就嘲讽这个习近平 对不对 说习的第一情形 蔡奇公开介入 国务院的经济事务 因为习近平 肯定把这个权利夺回来 这意思经济不好 你不愿意 我是我没领导 那他领导 他没有时间 就交给 就马屁性菜鸟了 菜鸟就跟着后屁股 再加上菜鸟真从 再在习近平面前 讲点坏号 天油加醋 调不理解 鼓动怎么斗 所以今天才出现 这个新华政治片 是吧 丁薛祥来成李强 丁薛祥给我感觉 站在李强里边 菜鸟 那是另一伙 就是福建帮那一伙 你看今天 其实已经体现出来了 他说 这次呢 这个丁薛祥主持会议 国务院副总理 是何立峰 张国庆 国务院吴正龙出席 何立峰当然属于福建帮 但何立峰 毕竟干了一任国务院 这个脑袋里多多少少 还有点李强的影子 还有点不太好意思 其实他这个就应该是 经济工作都应该是 李强去出面 你看毛泽东建政以来 毛泽东那么霸道 那么索 他是还让 终来来 对吧 国务院是不会擦手 这个人说 西里面这个人 为什么人说的蠢 就是基地能又狂暴 又不知道 心眼又小 所以这种人是最难整的 你要清醒我 你说不好 别人说 不行 必须听他的 是吧 你就完蛋了 所以今天这篇文章很有意思 至于 他里面讲了什么 以旧患心的 你就都骗人的 你患心也搞不好惊喜 因为你这个设备更新 这才都是生意 一丁点的生意 那么万元网今天介绍 蔡奇记录的事 不光讲了这件事 还有其他的 还有些其他迹象 比如说3月25号 他就说 李强和中央书记处 书记蔡奇会见外商代表 对比网年的中国发展论坛 作为分管经济的副总理 何立峰会见部分 外商是惯例 丁学祥作为常务副总理 会见外商也是惯例 蔡苗出赏就不是管理 确实 蔡苗他是管党务 总办他会声让他 那就证明 他肯定自己习近平坐立本 习近平让他看着李强 又不太放心 觉得想强的不行 这个兄弟虽然忠诚 他早点陪着我 但是干啥事干不成 习近平不能说自己的地难 或者干脆说不定 还骂李强是主 说全是猪一样 那李强心想 猪才是你 是吧 人们全都骂你不骂我 是吧 就非常有意思 你看这殿下二脑 不要自己 这个争从内斗 这些人 都不敢批评他大哥 是吧 都把这个经济 算不好的原因了 就转移到 转嫁到这个 小二脑子接身 这非常有意思 乱成了一团 加速了他们灵亡 丁协祥作为常副总理 会见外商 说韩正作为国家副主席 也不是怪 说不过 韩正作为上届副总理 与外商解锁较多 这次出面沟通一下 也算可以只有蔡奇插一脚 明显是从李强手里夺权的意义 这是观察家们的分析 我认为习近平这么低能 他没有办法 因为说人家经济搞不好 他肯定自己就是乱投一远 今天想一出 明显想一出 他是上班以后看文件的 就是我跟你们讲的 中办现在进了大概 我听说进了五六十个小秘书 全是陕西的 说上来以后 全都是梁家河三代 找不到工作这会儿 这会儿人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 分成很多小组 就看这个原始的文件 然后筛选完了给这个 孟清风 孟清风再给菜鸟 菜鸟再给西林亭 然后新鸟一批 随去随去 所以就出现在这个乱象 一点不奇怪 所以现在是可以让讲上层很混乱 不仅是思想上混乱 你想沈小林鼓吹改革开放前 又不鼓吹 是吧 这思想上混乱 组织上也混乱 现在组织上也乱投一块 这也没什么奇怪 组织倒是默契了 而且还今天还有更重要的消息 给您介绍 一个是王建林 王建林大家都知道 过去他是过去来 过去来精心培植起来企业家 但是在2000年99年 由于这个万达速度队的事 他说伯喜来多的时候有点矛盾 因为那个东西很赚钱 打假球什么东西 培养这些体温运动员 教练员这里面的名堂很多 就是为了钱 献这些穷异的钱 所以存在利益之症 当时这个王建林和伯喜来之间 略有一些不合 但是最不合的原因 我认为就是我个人推测 听他们别人讲是因为 这个王建林这个脑瓜活呀 大连人都叫他小鬼 小鬼就是这个人精灵 狡猾 刷人哪个不是这样 他也是这样 那么他就是 当时就开始和京城的 这个贾清林哪个关系 景象贾清林喜欢字画 就王建林呢 就在大连有一个收藏家 这个收藏家 这个人住在那个太原街那里边 他家伙还去过 我那时候在文艺不工作的时候 和那个人挺熟的 那个人是很有战略眼光 早早就收藏 赚了钱就买这个名家字画 买了好多 那时候有些画家东西超便宜 三百五百也 可能不用和一千千八百就可以买一个好的作品 就原创 就是那个人鼓动王建林收藏 就收藏了好多 用这个东西啊 就给贾清林送的 据说是这么个原因 完了这个消息传到 博学来的 我给你整个富钱了 你现在还想脚踏了之船 我告诉你们是比较准确的呀 就这么回事 说是这个后来他有点矛盾 然后博学来就把这个足球队啊 就给 转手给了这个 虚明了 虚明就抱住 都开来打腿 就成为铁哥们 好了 所以这个王建林最早亲家就是靠博学来的支持 就是给他劈地劈 再加上王建林这个人非常聪明啊 确实有本事 有战略眼光 目光如炬 在一个为人听讲 哥们一起 就是那个人啊 咱们综合眼儿很勤奋 所以他就爬上来 他主要是靠什么靠 招聘的大列日报这些四个记者当助理 他就把大列日报的记者旁年那个人脉给他用 用尽了 他没有什么人脉啊 他就靠这些记者 一个是张家树 第一是张静 张静是他的主理 后来张静干了一段时间自己干了 张家树也是 张家树 我和他很熟悉 张家树办那个文体报的时候 张家树和我一起办文体报 执役 他很有才能的人 后来他就办那个孤独盾嘛 后来又到了那个出球报了 对吧 干了一段时间 也是他主理 还有那个老肖 老肖是我更熟悉 工业部的啊 还有那个施雪青 施雪青是原来是大连造船厂包的记者 和我 是我一个作者 好写诗 会写诗 会洗足球 还是造船厂 这个前奔 这几个人都当过他助理 后来都不干了 都离开他了 当然他对他们挺够朋友的 没人走给他房子 但他们之间有些矛盾 也有矛盾 我跟你们讲是很准确 我从来不编故事 我假如我就全负责任 那么王建林发家致富 主要靠这人 因为他把这记者是 那个年代他们只能唱颂歌 在社会上打脸 交了很多朋友 人脉关系广 但是他们不懂怎么做生意 没有自立门户 其实可以自立门户干 你没有人王建林的脑袋 所以这个王建林 其实在那个年代 他还很怕这个薄熙来 不是后来他自己 成熟 覆开吹牛皮 说他薄熙来打架 我没看到他打过架 他有矛盾是肯定的 他那没有矛盾 他基本是吹捧薄熙来 他打架过下来 不早熟识他 已经听得胡扯 我就实在地告诉你 我是很清楚 他那发架时 那么 现在他出事 就是因为什么 就是因为 站队这个问题 你在现在 民营企业都是这样 贴个标签 是这个对立派的 他永远不可能在重用你 何况习近平忽 小心眼忽 说这种人 人家习近平 现在培养成自己的白手套 像宁德时代了 不建帮 宁德把装宁德的 宁德主要是 闽东传务 那个刘老板 就是他的真正的铁丁 缺下铁丁 搞船 搞船 你看那何立峰 为什么他给安排到天津 当领导 那不就给这个 这个刘老板 办那个船的执照 是不是 这我不想去讲了 都是 有人 有人打过交道的人 讲的情况 没有更多的来源 真实 我要跟你们讲呢 他现在为什么 那么他王建林 还可能出事 就现在这形势变了 你想徐晨厚 你看他 他弟弟 徐老三 是吧 已经抓进去 全部家族都给财产全没收了 几十亿 是吧 就是这个 大年都知道 过来长兴岛的吧 其实是网上练的 后来又是 清港 什么新区关会主任 那个人 就是这个徐晨厚的本家兄弟 也抓了 他抓的原因就是什么呢 怕他在撩动啊 就在部队影响 势力太强 他家族 同样的 那么现在这个 在这种危难 危难的时刻 他可能也很警惕 王建林 前有段时间说是 贾庆林给他受情了 已经放过他了 现在给我感觉 好像他还在 细绵想整他 这也是符合道理 为什么 现在这个社会的动荡 因为害怕 害怕王建林的人脉 他的影响力 和他的这个 这个知名度 害怕 他可能要整他 为什么 你看 今天是新头科报道的 日权中国万达 商业管理集团旗下的 新达蒙商业管理公司 约莫价值是新台币 去了16亿元的股权 台币我不懂 怎么折笔的 没有多少钱 被冻结 引发外界热议 问题就在这里 他剩的钱就不多了 因为他一些钱 一部分他分给他老了 是吧 王建林啊 说之前为了解决财务危机 万达出售14座广场 以前最早万达就靠酒店了 是吧 房地产翻了一层的酒店了 我还熟悉那些酒店 那么新开路那个洞 我当年住那一带啊 对不对 万达14座广场都关掉了 他的广场建也是靠薄写 因为薄写当商务部长了嘛 就让他在全国各地建 这个万达商业广场 若写的一倒霉他就完了 基本上他就没有什么 想象的神秘 说心里话 中国这个当官都是这样 哪一个民营企业家成功背后 都是有一批官员在成的 像徐家印 对不对 为什么整个徐家印 吴小辉 萧介华 无疑不是这样 对不对 萧介华是六四 他站在这个公安党的这一边了 他站在学生的队里面 再加上他的学生会主席 中共利用他当白手套 故意让他赚钱 对不对 吴小辉也是一样 是靠邓岡平的亲友 是不是 这都是这样 所以万达说是 现在十四个广场已经卖光了 但冷人无法筹集足够的自己秘密 缺口了 中国的民营企业就这样 如果政府还给你贷款 政府还保护你 你就不能破产 徐家印是一样 以前不都是 其实他早就破产了 破产政府拿钱养 给他贷款 他又活了 对企业来讲 资金永远是困难的 你记住 你别看账面上写的 利润多少 实际上没有多少钱 我记得太多了 都猜了东西 东西想 哪一个不是都是 催牛皮 什么产质 效益 利润的都假的 实际上都是一度的枯水 我就跟你讲 是不是 很多的民营企业家都靠和半括难关系 维持局面 对啊 是不是 他说近日江苏省法院冻结了大连新大盟商业管理公司的股权 为什么江苏省敢动他 那就是李强的老超 叫整他 李强肯定不喜欢他了 李强肯定也不喜欢贾心灵 你和谁的有关系 哥们现在是李虽然别人说我是爹小儿 但我背景是郭院总理 是吧 谁顾摩呢 你看他把他里冻结他点钱了 说冻结期限到24年3月20号到27年3月19号 股权价值预估新台币716亿 据悉该公司仅成立两个多月 背后创办人为万达集团总治长王建林 原来原先外界认为此次是王建林深的商业布局 但短期内就冻结引发争议 他给我的感觉就渡过难过了 再加上他挺勤奋 他这个人的法案庭这么讲挺坚强的 就是还想再爬起来 不可能了 除非中国政治体制改变 你想在共产党的体制内 习一平不可能纵用你了 你吹也没有用 你再吹你跟习家关系好 他更害怕 因为他心想你是拨起来复制 你肯定感恩习近平 你现在假装感恩我是假的 为什么习近平又是靠骗上来了 他不骗怎么上来 就他必须都不相信 他只相信他为八季之前的福建版 这确实是这样 他连丁学强都不相信 他只相信李强菜鸟 他不管怎么都 王小红 这是他铁哥们 对不对 人不都这样吗 所以没什么奇怪的 这个王建林比较尴尬的行事 很危险的 了解我说 他早就应该跑了 是吧 还要什么万大财产 命保就是真的 他傻 因为什么呢 他这个人就 商人不都这样 很多商人呢 临死前都报了钱 你往前五小时 小建华不就是 我最后报了两千多亿 给你挂到大牢里 杀了一个 是不是 这也没有办法 这是他们的局限性 中国民意企业下的无奈 那么这篇文章讲 他说事实上 万大相关企业陷入了再危机 因此王建林陆续透过出售股份 逆补财务缺口 近代再发明了万大相关预计 一年内将有两党美元再到期 到期金额是9.4亿美元 实际上不太多 问题现在老王也没钱了 对吧 近日 珠海万大相关 这一度冲上中国热搜 因为该公司也发生大笔股权被冻结的情况 据悉 冻结股权数额是50.72亿 72亿股 其实最主要跟着问题就是经济不行了 已经崩盘了 不是他要崩盘 整个中东国的 这个积联统治下的经济已经一落千丈 你就想估计 你经济发展就是你亲美 美国帮助你 美国带领着其他工业国给你生意 现在你和美国分了 翻脸了 美国要整你 你自然就没钱 一没钱 你的土地就做水了 你压那些土地 不但没升值 反而赔了 对不对 然后你盖房也没人买 现在就是你现房都遍地 像垃圾一样一片一片 你就想想 现在到处是这些闲置的楼房 以前不值 我就跟你讲 你现在有的人北京的房子说 五六百万钱不卖 以后你五十万都没人要 你比你看 当打结账了以后 遍地都是空房子 人都跑到乡下去了 要房干嘛 是不是 你问我大革命的时候 那房值钱 你把遍地都是房子吗 我那时十岁 我都在那个 这些空房子里 咱们小孩玩 闹 你追我追 你到时候跑 到时候都是 所以现在就习近说到今天 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动乱的时代 我就跟你讲吧 不是我在这儿忽悠 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他不可能向美国低头 美国也不可能向他低头 这是两个人 社会的政治制度的一个比拼 是吧 今天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程度 你看不出来吗 是不是 所以何况你一个 你一个小小的民营企业家 虽然你有名 有名就啥用 有名 有钱 对共产党来讲 对一个更大的年代来讲 是最脆弱的 对不对 夜间就完事 你看肖建华 吴小波 那倒是有钱了 几千亿 怎么样现在 你不在监狱待着 共产党挂点 脸预算 给你抓就完事 就这么简单 对不对 那同样的 现在 不光是王杰林 所有中国民营企业都很危险 我认为 他可能是 足以给我感觉 现在眼下 习近平这个 可能对事故要抛弃他 要彻底的抛弃他 他就讲了 三月中旬 万达广场商业公司 则因工商变更 导致股权全部卖出了 至今 万达集团 已经累计出售 14座万达广场 王杰林的财务困难 会持续到何时 引起外界关注 我认为他这 恐怕是非常危险的 有本事你就赶快跑吧 老王 我给你讲 跑得越远越好 保住命就是胜利 活着就胜利 对不对 活着你才能看到 你恨的人的倒台 对不对 你想想你再有钱 你的钱放到国内 他给你一动结完 监狱给你一算 限制执行范围 这一时候给你 攻坚法师 把你抓起来 那个时候 意识形态 报时电台 报时的笔筹啊 一肯就完了 灰飞烟灭 是吧 名利尽失 忙不到最后一场空 是不是啊 好 谢谢 再见